再来看一下这一颗藤本浪漫宝贝 看了没 之前我说这里都会长出这个花芽的地方 现在都长出了这个花苞了 哎,什么最大的这个花苞 看到没,垂下来的 难道是昨天天气太热晒的吗 看一下 哦,不是哦 看到没,这里全都是这个虫屎 是不是有虫 哦,这是被虫给咬了 还是那种大虫 哦 所以如果发现你的这一个月季的花类有这种垂头 看一下是不是被虫给那个的 祸害的 现在就给它剪一下 把它从这个地方剪掉 让它的侧牙长出来 因为现在的话它也不可能开出花来了 你看到没 你看到没 这个虫子的 虫子土的丝还在这里 这一个花类直接就被它给咬断了 这虫太可恶了 另外我还发现这一些枝条的话太过瘦了 大家看到没 那么到时候这个花开起来的话 可能也没那么大 没那么漂亮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可能就是缺营养 本来是要给它施点这个素酵肥的 但是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 不敢施 先给它施点这个缓施肥吧 等这个天气温度降下来 再给它施点这个素酵肥 给它埋一包这个醋花反施肥 可能你会说 之前不是说这个 醋花反施肥 这个肥效长达一年的吗 为什么 现在又要给它埋呢 因为这个月季实在是太洗肥了 如果是像普通的话 买一次就可以 但是月季这个花最好是 三个月左右就要买一次 还有这一颗大油形也是 大家看到没 这个新芽长了很多 但是都不够粗壮 所以现在我也给它埋一包这个 醋花反施肥肥 这个方法也是一样的 给它嵌埋 OK搞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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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